在一个遥远的森林中有一只可爱的小马名叫梅丽 梅丽的朋友是一只彩色的小鸟名叫彩虹 它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共同度过每一个美好的日子 有一天森林里的水源变得非常稀少 植物开始枯萎 动物们都感到非常困扰 梅丽和彩虹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它们出发冒险希望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在它们的冒险过程中 它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 每个动物都给了它们一些 有关如何拯救森林的建议 最终梅丽和彩虹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泉水 这个泉水可以恢复森林的生机 梅丽和彩虹将泉水带回森林并分享给其他动物 当泉水重新流动时植物恢复生机 动物们也感到非常开心 小马和小鸟的友情和勇气最终拯救了整个森林 使它再次充满生命和美丽 这个童话故事告诉我们友情和合作的力量 以及当我们面临困难时 可以一起克服挑战 随着季节的变化 梅丽和彩虹的冒险继续进行着 它们在森林中度过了许多 美好的时光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 它们学会了如何与其他森林动物 相处分享食物并帮助有需要的人 然而不久之后 一个更大的问题开始困扰住它们 一场严重的风暴袭击了森林的树木 被风吹倒动物的巢穴被毁坏 梅丽和彩虹决定再次行动 帮助它们的朋友们重建森林 它们开始了一个艰巨的工作 梅丽用它强壮的蹄字帮助移动树木 而彩虹飞上天空寻找树枝和其他的新巢穴材料 它们的努力鼓舞了其他动物 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工作 很快森林又变得充满生机 在这个过程中 小朋友们学到了重要的价值观 包括关怀和共享 以及在困难时提供帮助的重要性 它们同时也明白 当大家共同努力时 可以克服任何挑战 随着季节的变化 梅丽和彩虹的冒险不断地发展 它们在森林中遇到了更多的朋友 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和技能 它们认识了一只智慧的老乌龟 它教导它们关于生活的智慧和耐心 还有一只快乐的松鼠 它教导它们 如何感恩并享受当下 有一天梅丽和彩虹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洞穴 里面有一块闪亮的宝石 它们决定将这块宝石带回森林 并且分享给其他的动物 以提高它们的生活品质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 因为它们必须克服许多挑战和障碍 包括高山和河流 在冒险的过程中 它们学到了关怡 勇气 毅力和奉献的重要教训 最终它们成功地将宝石带回给其他动物 并看到了它们的笑容和感激之情 这个童话故事强调了知识的价值 以及分享和奉献的美德 它教导小朋友们不仅要追求个人的成就 还要考虑如何帮助他人 使整个社区更加繁荣 在它们的旅程中 梅丽和彩虹遇到了一位神秘的长者 它住在森林深处的一个隐秘的山洞里 这位长者拥有千年的智慧 并且是森林中的闲者 他告诉梅丽和彩虹关于自然界的 奥秘以及如何平衡生态系统 这段时间的学习 让梅丽和彩虹更加明白它们的使命 它们决定成为森林的守护者 不仅要保护自己的家园 还要教导其他动物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它们举办了一个大型的森林聚会 邀请了各种各样的动物 在聚会上它们分享了它们所学的知识 并呼吁大家一起努力保护森林 动物们答应了它们的呼吁 并承诺关心自己的环境 减少浪费并保护森林的生态平衡 随着季节的变化 梅丽和彩虹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 它们不仅是森林的朋友 还成为问题解决者以及和平的缔造者 每当森林中发生纠纷或冲突时 其他动物都会来找它们寻求帮助 因为它们知道梅丽和彩虹能够 帮助它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一次有两只兔子因为争夺一个 美味的胡萝卜发生了争执 梅丽和彩虹请它们坐下来谈话 并教导它们分享和合作的价值 兔子们终于明白当它们一起工作时 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 并且有意变得更加重要 另外一次有一只狐狸被一个 陷阱困住了它感到非常害怕 梅丽和彩虹前去帮助它并教导它 关于互助和同情的观念 狐狸被解救后它也加入了森林的大家庭 并且发誓再也不会做伤害其他动物的事情 这个童话故事教导小朋友们如何处理冲突 学会同情他人以及如何成为和平的缔造者 它强调解决问题的智慧和耐心 以及在困难时提供帮助的重要性 希望这个故事为小朋友们提供更多的启发 让他们了解到解决冲突 和建立和平的能力是多么的重要 不仅在森林中也同时存在现实生活中 同时也传递了友善合作和同情的信息 这些美德可以影响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梅丽和彩虹变得更加成熟和智慧 他们不仅是森林的守护者 还成为了学习者和教育者 他们开始举办小型的学习工作坊 教导其他动物关于自然界的知识 如何种植树木保护水源辨认食物等等 他们的工作坊让其他动物对大自然的理解更深入 也激发了更多动物参与保护森林的行动 他们建立了一个绿色的社区 每个动物都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然而森林面临了一个严重的挑战 一场大火在森林中爆发 威胁到了所有生物的生存 梅丽和彩虹立即行动带领其他动物 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同时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扑灭火势 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后 他们最终成功地控制了大火 虽然森林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但生物们都幸存下来 这次危机让大家更加团结 他们重新开始重建森林 种植新的树木并保护冰微物种的栖息地 这个童话故事教导小朋友们如何成为环保的倡导者和教育者 并展示了在危机时团结一心的重要性 他强调了对自然界的尊重和保护 以确保未来的可持续性 希望这个故事激励小朋友们成为环保的力量 鼓励他们学习教导和保护大自然 并在面临挑战时保持勇敢和坚定 这个童话故事教导小朋友们如何成为环保的倡导者和教育者 并展示了在危机时团结一心的重要性 他强调了对自然界的尊重和保护 以确保未来的可持续性 这个童话故事对小朋友们有许多的教育意义和启示 一、友情的重要性 故事中的小马梅丽和小鸟彩虹 展示了真正的友谊是多么重要 他们互相支持一起面对挑战 这可以教导小朋友们在友情中 找到支持和归属感的价值 二、合作和团队合作 梅丽和彩虹的冒险是一个示范 表明当人们一起合作时 他们可以达到更大的目标 这教导小朋友们合作和协作的重要性 尤其是当他们面临挑战或困难时 三、环保和自然保护 故事中的森林危机 提醒小朋友们我们应该保护大自然 它鼓励对环境的尊重和责任感 以确保我们的星球可以持续繁荣 四、信念和勇气 梅丽和彩虹的冒险展示了 克服困难所需的信念和勇气 这可以鼓励小朋友们相信自己 勇敢地迎接挑战不轻易放弃 总之 这个童话故事通过一个有趣和动人的故事 传达了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和教训 有助于小朋友们的成长和教育 它启发了友情合作 环保信念和勇气等方面的思考 为它们建立坚固的价值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个森林大火在长时间的努力后 它们最终成功地控制了大火 虽然森林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但生物们都幸存下来 这次危机让大家更加团结 它们重新开始重建森林 种植新的树木并保护宾微物种的栖息地 小朋友们成为环保的力量并鼓励 它们学习教导和保护大自然 并在面临挑战时保持勇敢和坚定 这个童话故事同时也教导我们一些 重要的价值观和教训 首先它强调了友情的重要性美丽和 彩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是坚定不移的朋友它们共同 努力克服了一个大问题 这提醒着我们在生活中真正的友谊 可以为我们带来力量和支持 此外故事还强调了环保和保护自然的价值 这是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提醒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保护我们的大自然